现在我是在越南 刚刚小燕子是在这里搭讪 我认识的 我们在这里喝了一点茶 她在喝茶 我在一个人喝闷酒 现在我带小燕子去吃点东西 我们在逛旺街 好不好 小燕 好的 她中文还可以的 我们走吧 人家这里还是拍婚纱照的 我们上了马路了 小燕子 好 现在胡志明这么晚了 还有好多的摩托车 嗯 很多啊 很多摩托车 白天都没人 都是晚上这么多时 看看地方还有他们可以 你看嘛 中国的时间已经快凌晨了 这里还有好多的摩托车 你不静得看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哈哈 哈哈 我们去吃东西了吗 我饱了 你吃饱了 是 我有点饱了 不想吃了 好 我想再请你吃一点 因为我也有你灵犀放着了 明天或者后天 白天 我买鲜花给你 真的 好 因为这两天 包哥心情不好 是不是 是 你正好跟我交流交流 好 中文还有一点多 是不是 我疼了 你看我这个手拎了到酸了 自发感 做个拐脸 咦 哈哈 对吧 你好漂亮 谢谢 你如果身高 再高一点 更漂亮 你一米五十八 如果穿了一个高跟鞋的话 要一米六十几了 哦 是不是 是 我一米七十多 高度也差不多 好吧 我们往那里走 好 好吧 看一下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好 我们再吃饭 好的 好吧 今天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想你也早点回去了 对吧 回来晚了人家也不放心 是不是 是 好 废话也不多说 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家人们的包哥的支持与关注 谢谢大家 以后有小燕子的消息 会继续跟踪拍摄 拜拜 关注包哥 带你旅行不迷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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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